OK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剑户 这个时候是画山 所以说的话我们雪山的话 环宫又有新动态 这边的话表弟跟老三这边的话 打了两把环宫单挑 后面的话 12345 打了两把环宫单挑之后的话 谁都不服谁 后面打了五把环宫的2倍2 那我们环宫单挑的话 首先看第二把环宫单挑 第一把我们直接跳过 因为为什么第一把直接跳过呢 第一把两个人都 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对方 可能第一把会打的比较马虎 打过第一把之后的话 有个了解之后的话 第二把应该会好看一些 然后的话2倍2的话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2倍2的话 也是看第一把跟最后一把 好不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雪山的第一把环宫 单挑的一个2倍2局好吧 单挑局单挑局 单挑局的话 关在番表弟啊 对面的话是我们老三的一个驼子 老三的一个驼子 我们来看一下 斯陀宁打神不灵 斯陀宁打神不灵 这边神不灵没有选择 变那个 阎魔神卡片 变了一个灵符卡 低魔性 没有减属性啊 提升自己的 没有减属性的话 就相当于提升自己的一个看性啊 对面斯陀宁的话 是变了一个 焦龙卡 焦龙卡的话附带了一个 感知的一个效果 感知的效果的话 就对面变这个卡的意思就是说 怕观战犯出什么 隐功啊 凌刃隐功啊 之类的一些东西 就这个比赛的话 法系打物理系的话 我觉得还是物理系的优势要大一些 因为 跟兄弟们说过很多次 神不灵这个门派 不比魔王赛 魔王赛的话 灵宝可以打三海 神不灵的话 这边灵宝比较弱一些啊 就说一说的话 我觉得 嗯 神不灵打 对面的一个斯陀宁 不一定好打 不一定好打 不过我觉得 法系这个门派的话 打物理系的话 因为毕竟是一个奇妙门派嘛 可能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斯陀宁的话 选择金宝宝买一送一嘛 我没有点 斯陀宁买一送一的金脉 不知道 嗯 灌灾犯神不灵看性怎么样 斯陀宁起定心素 定心素的话 可以增加灵力啊 其实兄弟们 那种法系专备的定心素 就是斯陀宁的定心 兄弟们能懂吗 这边走金级舞 灌灾犯还没有开始吃药啊 对面在金宝宝 以金宝宝为主 那如果说对面 要赢这把PK的话 如果要金宝宝的话 要贯彻这个思想 就要一直轻宝宝 对吧 你要轻宝宝就要从头轻到尾 OK 对面走了一把线型 走了一把线型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伤害没有那么高 好像伤害没有那么高 再线型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斯陀宁有一个很恶心的金脉啊 就是说 气血低于30%的时候啊 线型可以保留 自身的一个变身啊 就是说 理论上面来说的话 就只要兄弟们运气足够好 每一回合都可以散心 就这个 对面这个血线的话 是保留不了 要那个低血线 就这个血线的话 是有可能性啊 我们来看一下 斯伯 没有点买一送一的金脉啊 中毒 毒 glass 对面出小孩了 连环机 连环机亲宝宝 对面的话 这个战术可以啊 对面的战术 就是一直亲宝宝 一直亲宝宝 就这个时候 就比较怕宝宝有神 这个时候 就比较怕宝宝有神 你懂吧 观众方的话 定神先进解毒 打环弓的话 这个毒啊 也很头痛啊 请三叠 逼得击破 打出对面的 第一把163 破碎 观众方 一般这一种 我们血三的 多技能的一个宝宝的话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一个 讲道理的话 对面变身保留 回合 就是 现行保留变身了 就这个招数 是很恶心的 兄弟们 你们能懂吗 就现行保留 变身是非常恶心 就只要对面 运气足够好 OK 这边看起来 还可以啊 没有死 没有跳 观众方 还有19个药 对面还有11个药 对面药品 下的比较多啊 对面还有一回合 变身 情三叠 宝宝还有点回合 这个时候 可以拿九转 用不了技能 我觉得对面 这一把能赢的话 应该要 无限限行 就这个血限的话 疯狂限行 我觉得才有机会 不疯狂限行的话 我觉得都 比较的困难了 看一下对面 怎么操作 限个拉斯 连环机 对面还是要选择 亲宝宝 宝宝又有神 宝宝神一下的话 宝宝神一下的话 说句心里话 比较 比较困难了 比较困难 宝宝神一下 因为对面这个宝宝 顶不住啊 OK 修罗隐身 修罗隐身之后的话 不能用还魂咒 只能用九转拉斯机 不知道对面带的九转 多不多 限个拉斯 我跟你说 保留变身回合数了 看见没有 我跟你说 只有无剑向上行的战术是最稳的 向下完之后平坎 平坎之后再向 我跟你说 无解 我跟你说 平坎之后再向个拉斯 走四波 关在帆宝宝安繁育很聪明 对面九转应该不多 一般打环弓单挑的话 一般也就带五个九转 代表太多九转 四波 波个拉斯 关在帆还有两个宝宝 孩子没有出过 等于说还有三个 对面九转拉起来 连环机 因为对面是一个输出一 一速啊 就关在帆没有宝宝的情况下 对面可以先连环机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就这一把 不管老三能不能赢 能不能输 老三都不 都不亏 我跟兄弟们为什么 跟兄弟们说都不亏呢 就老三这样疯狂连环机 表弟的话 我跟你说 表弟打完这一把PK 我跟你说 用珍珠修装备都得花不少钱 尤其是衣服 拉起来就是七刀 我跟你说 拉起来就是七刀 真的 疯狂消耗装备的 那个 有兄弟们懂的吗 OK 这个时候 四波新宝宝 哎呦 隐功还有高级神诱啊 真的 对面宝宝 这一把能不能神诱很关键啊 对面 我建议你可以拉起来先现行 不现行宝宝没了 保留变身术 对面运气真的好 然后再平坎清醒弓 呃 宝宝逃跑了 那没了 我擦 好吧 终究物理系 还是不敌法系 好吧 打完这一把之后的话 两边的话 略有争吵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 一二三四五 五把 我们看第一把 跟最后一把 好吧 下期比赛我们再见